俄罗斯军事专家关注并分析了中国先进战机的出口外貌 称市场前景可谓一片大好 卖得火热 来看详细情况 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俄罗斯专家尚奥尔斯基在俄媒消息报上发文称 中国的先进战机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 中国战机畅销亚洲 非洲与中东 先进隐身战机随时可以出口 中国战机的出口数量和买家屡创新高 他表示 解放军空军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空军之一 廉价的中国飞机正在整个亚洲 非洲和中东地区积极推销 这让北约的将军们感到恐惧 中国生产的一系列先进战机正在不断打开新的市场 目前已知中国再次完成了出口大单 缅甸空军已经订购了一批由中国贵妃生产的 FTC-2000G型轻战机 FTC-2000G山鹰是双座超音速教练机教练9的升级型号 采用GAIC公司生产的涡轮喷气发动机 这款飞机是一款针对出口市场的低成本多用途战机 一架飞机价格下来差不多在850万美元 非常的实惠 虎哥不知道鹅专家从哪得出的850万美元单价数据 但是啊 这数据大概率不太靠谱 850万美元连一架武装直升机都买不了 更别提先进的战斗机了 FTC-2000G再一般也是一架战斗机 价格不可能比白菜价还便宜 FTC-2000G教练战斗机 可以说是歼7战斗机的超级魔改版 主要适用一些空军现代化程度较低的国家 可承担老式一二代战机改装训练和战斗训练的要求 同时在同类型战机中 FTC-2000G具有强大的空中作战能力 装备了雷达并可以打先进中距空空导弹 而且啊 这款飞机也具有改装为攻击机的潜力 据称 缅甸政府订购FTC-2000G将用于打击叛军的特别行动 此外 缅甸飞行员对其他中国飞机有丰富的经验 包括歼7M战斗机 强5A对地攻击机和K8W教练机 缅甸政府也是中国先进战机的老客户了 许多国家现在需要廉价的飞机来打击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 对于中国来说是出口武器的机会 此外 中国先进战机的另一个巨大市场是非洲 那里正在进行机场内战 此外 中国正在迅速增加对非洲国家的设备交付 其中 非洲国家苏丹明确表态 要引进中国的歼10CE战机 而苏丹媒体对此事也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此前 苏丹也是从中国引进了FTC-2000G 据称 苏丹空军对这些战机爱不释手 因为出口给苏丹的FTC-2000G性能非常出色 装备了全波型火控雷达和配套的霹雳12空空导弹 而苏丹装备的米格29充其量只能打R27R2空空导弹 甚至还不如FTC-2000G 而在歼10C战机成功出口巴基斯坦后 苏丹便打算从中国引进一批歼10C 增强其空军整体实力 若苏丹后续成功引进歼10C战机 将代表其空军一夜之间将成为非洲国家最强大的空军之一 中国将成功打开顶尖战机的非洲出口市场 也将会增强中国先进战机在非洲的影响力 俄专家认为 缅甸和苏丹的交易表明 第三世界国家正在越来越多地购买中国的武器 除了常规的战斗机 中国也在积极谋求隐形战斗机的出口 目前可以确定 FC-31在中东等市场上有很大的出口机会 巴基斯坦已经明确表态 在未来需要采购近50架中国的歼20和FC-31隐形机 虎哥认为 歼20这种先进的战机不大可能出售 但是FC-31这种专注出口的飞机 完全可以提供给巴基斯坦空军 此外 中东土豪都是中国隐形战机出口的潜在客户 如沙特和阿联酋 此前 阿联酋就因为被美国使绊子 导致无法继续购买F-35战机 FC-31正好是替代美制隐形机的最佳选择 阿联酋此前就从中国购买了12架L-15高级教练机 据称后续还将引进36架 可见阿联酋对于国产战机还是十分青睐的 而沙特早在利亚德防务展中就向中方表示 对于FC-31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 外媒分析了中方向沙特提供第四代隐形战斗机的可能性 甚至还讨论了沙特引进FC-31整条生产线的可能性 可以说在国际隐形机市场上 中国隐形机的市场竞争力是不容小觑的